在太空中飞行的卫星,缺少大气的保护 表面直射阳光,其温度非常高 加上内部的电子设备都在做工 整体温度会加速上升 因为太空是真空的 又没办法利用传统的空气交换方式散热 这个难题,看工程师又是如何解决的 这期视频咱们来了解一下 卫星的工作原理 无论什么类型的卫星 它主要都由这七个基本系统组成 机械、计算机、电力、姿态、控制、推进 通信 机械系统主要指的是框架结构 材料以坚硬和轻便为主 通常采用铝合金或者碳纤维 选择这些太空材料时 首要任务是给材料除气 因为太空是真空的没有气压 会导致材料内部中的气体被释放出来 这些气体会凝结在一些敏感的仪器上 极有可能会影响仪器的精准度 以最大的可能排除一切潜在的隐患 毕竟发射一颗卫星价格是非常昂贵的 卫星的核心就是计算机系统 它控制着卫星上所有功能的执行 包括数据处理、飞行姿态等等 想要让这铝合金壳中的一排排电路板 在太空中正常运行 也是一项挑战 因为太空缺乏地球大气与磁场的保护 它会直接暴露在宇宙的辐射中 一些高能粒子可以穿透外部的铝合金壳 直接影响到内部的电子元件正常运行 所以必须使用抗辐射的材料 来保护那些相对敏感的电子元件 在太空没有白天与黑夜 太阳24小时都在 因此太阳能是卫星上最常见的发电方式 展开的太阳能板就类似卫星的一对翅膀 它的迎面角度会根据太阳的方向进行自动调整 电池的充放电以及电流电压的调节 都由卫星的电力系统完成 卫星在太空中飞行 如果没有姿态系统的控制 可能会出现翻滚 甚至脱离轨道的现象 卫星的姿态控制由这几个部件组合完成 它包含陀螺仪和加速度计 它们负责测量卫星方向的变化 但这还不足以获得高精度的指向数据 因为陀螺仪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飘移 这会导致预测的姿态出现误差 所以它还要配合星象追踪器的数据相结合 追踪器是一种捕捉天空图像的相机 使用算法来识别明亮的星星 然后将它们与图像中已知的恒星位置进行比较 从而矫正卫星的指向 但因为它的功率过大 每次启动都会给计算机带来大量的热量 而在太空中降温又是一个难题 所以它的启动频率有限制 工程师也考虑到这一点 通常系统不会优先使用星象追踪器来确定方位 而是采用另一种相对简单的设备 名为太阳传感器来确定方位 它使用光电探测单元来感知太阳光线的方位 但太阳传感器在发生日时时会不起作用 方向的数据得出了 那它又是如何纠正姿态的呢 卫星纠正姿态的方式 最常见的执行器就是反作用轮 至少在三个轴的方向上都安装有 通过电机带动其旋转产生角动量来调整姿态 但卫星在太空的飞行速度并不是永恒不变的 它也需要通过推进系统来调整轨道以及速度 常用的推进方式有两种 化学推进和电力推进 化学推进的原理是利用燃料和氧化机混合燃烧 通过喷嘴排出产生推力 重点讲一下电离子推进器 它的工作原理是电离先气体 然后使用电场和磁场将离子加速到高速 最后通过喷嘴将其排出产生推力 卫星与地面接收器之间的信息交换 是通过电磁波进行 从本质上讲 信息的传输只是一个比特流 每个比特是1或者是0 这些比特通过调制在波的幅度 频率或者相位来编码 将其转换为电磁波的特定特征进行传输 当然地面人员也可以通过传输站向卫星发送指令来对卫星实现遥控功能 最后回到开头的话题 卫星在太空中飞行 表面直射阳光 其温度非常高 加上内部的电子设备都在做工 整体温度会持续上升 因为太空是真空的 想利用传统的空气对流散热方式此处行不通 因此 在散热器表面图有高发射率的涂层 通过辐射热量的方式将热能传递给周围的太空环境 此外在卫星内部设计有热管系统 能把热量从热的区域传送到处于阴影中冷的区域 再经过表面多层隔热结构来调节温度 从而保持卫星内部温度的稳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